今年剛過完一百歲生日的粉紅香農會 今年一樣要跟農民分享新歌 跟一般農會不一樣的是 粉紅農會是直接請工作人員開車 將紀念品載送到每個斟頭 讓農民集金領處 雖然今年的農會紀念品 只是一包米跟一個保溫品 但是大心的貨物 也是讓北朝農民感到很用心 一頭早北朝農會回完 先讓農會殘年的工作來領紀念品 香米跟保溫品 好 是 雖然只有一包米跟一支保溫館 不過農會大心的貨物 合不來做農民感到很方便 不錯 這是實用 是實用 是實用 分農農會總感輸標時 過去分農農會 經過信用報章這款 這幾年在農民朋友的收聽 跟完工的努力之下 農會英文 不然會合正常 這個效果也越來越好 有好的性格 當然也要跟會員分享 直接到各政策 發起燃品 也是農會這幾年 提供的大心貨物 方便一些勞農 資金 不用走到農會本部 才是分佈而已 每年都會發放會員紀念品 然後我們的鄉民 我們的會員 也相當地踴躍來這邊領取 然後也對農會很有信心 因為農會 因為要有這些會員 農會才可以得以繼續存在著 努力的生存下去 然後我們農會有賺錢 然後也會每年準備一些紀念品 來給這些會員領取 發放一些福利給大家這樣子 有關於想 有關於他們自己去本會本部 領取的 因為本來是想 有人建議說 可以讓他們到本會自己來領取 可是因為我們鄉下地方 很多年長者 他們行動也不是很方便的時候 我們就每一個村 直接下鄉到每一個村落 去發放紀念品跟香米這樣子 讓他們方便便民 讓他們不用再奔波 勞累的跑到本會去領這些紀念品這樣子 去年分農會這麼幾萬一百十年去 目前在會員人數 台獄三千兩百多人 農會經過信用不況 接管的方法之後 算是退便成功 總感主強調 各會員分鄉成功 也要有大心的好無 大小的新聞 中四人 分鄉拆放不到